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事实上矿物质富含在五谷类蔬菜类 跟某一些鸡肉里头 所以师傅要分享一个健康的好料理 我今天来做比较潮汕风味的牛肉丸 我先把我这个汤倒进来 我跟他讲说我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的基底高汤是师傅自己熬的 对 我们自己熬的 那我这个汤主要的原食材就是 这些有姜 有蒜头 然后有月桂叶 然后有当归 我这个比较不一样是我家的当归 然后葱 那如果说你选择这些东西比较不方便的话 其实就葱姜蒜 然后加那个现成的中药卤包也可以 好 然后卤的是什么 然后卤的第一个是先加牛骨头去熬三个小时 熬了三个小时 因为牛骨头它清汤嘛 它就是有香味而清汤而已 但是它里面没有胶原蛋白没有胶质 所以汤汁的厚度是不够的 所以我会加一颗牛腱进去 好 所以这颗牛腱也顺便把它卤了 卤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 但是没有卤很久没有卤到软就对 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牛骨高汤的这个由来 那这个东西在潮汕地区就是冬瓜牛肉丸汤夏天喝的 OK 那它里面一定会有冬瓜 所以冬瓜一定要加进来 冬瓜是甲离子很丰富 很容易传统上定义成消水肿的食材的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到厦门去 它一定是用黄瓜 OK 也是一样都是比较那种清凉的东西 反正瓜都是一大堆甲离子跟膳食纤纹 然后厦门瓜类的东西一定会加一点番茄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 这样的话它的味道会比较中和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加其他的 像木耳 加一些木耳进来 然后加一些玉米笋 对加一些这些 这些我都汆烫过了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都可以直接吃 那我现在教大家 那接着我们要来做肉丸子 对比较重要的一个肉丸子 这个肉丸子记得 我们买这个肉回来的时候 是用刀的背部去剁 不能用刀的肩部去剁 那传统我们看那个电视上在表演 就是说他们都是用木棒在捶 对电影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捶出来 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就是用刀背 然后两只刀会剁到手都快断掉 对但是这样的话 把它的那个筋性都剁到泥状了以后 它自然它的胶质就出来 好那我们准备什么肉 它这个是牛肉 然后你把它剁细剁的粘性出来 对那这一块呢 这个是猪肉 这是猪肉 然后你在剁的过程当中 我还要加一点冰水进去 好 如果你没有加冰水的话 等一下它就不会有所谓的 粘 里面不会有汤汁 所以里面加进来以后呢 我们为了颜色 加一点点的酱油 酱油 我们刚刚大概就是牛肉猪肉的馅料 一比一嘛 但是师傅 这个边剁出粘性的同时 有边加冰水 让它那一个肉馅的水分比较足 对然后再加上刚刚一点点酱油给它颜色 它不是给它味道 然后太白粉加进来 一点点酱油 胡椒粉 太白粉 然后蛋白加一颗蛋白 然后加一点香油进来 香油 然后先用手先把它先抓匀 太白粉在这里的目的也是要让它黏着 当黏着剂 当黏着剂 蛋白也是当黏着剂 因为它本身的胶质已经都被我剁出来了 所以那这样的话 它的黏着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其实你现在做这样子 你冬天的时候放在冰箱 如果像现在有时间的话 你拌好放冰箱冷藏会更好 这样它会把那个汤汁都冰在里面 所以你去煮的话 你水不要大滚 那你去煮的时候 它的那个汤汁又可以保存在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的盘子 像我们现在去那种连锁火锅店 不是有什么虾滑猪肉滑什么滑什么滑 对不对 一样我们这个也可以做成那样的滑 我们现在像那个肉丸子一样 也稍微摔它一下 对尽量能够越摔越好 但是我在家里已经摔过了 我们因为录影的关系 没有办法摔那么久 对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平平的方式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先把它拿掉 这感觉是一大块肉馅肉泥 对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 好 现在它不是这样划馅吗 对 好 我们就把它一样 把它划馅起来 我们把它划馅起来 好 然后这样一片一片这样刮下来 这样就可以 真的像火锅店 很多火锅店就直接给大家 比方说海鲜泥啊 肉泥啊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下去 然后尽量这个火 不要太大 我们不要大滚 好 大滚的话 它可能很多汤汁就会跑掉 OK 然后我们就这样 好像有点像 我们在做肉羹也是这样子 的方式 这样子做这个丸子 而且有点要把它泡熟这样子 泡熟才会比较嫩 你煮开的话 它的这些汤汁可能 等一下汤很好喝 对 这个丸子就没那么好吃 直接 吃住的肉丸子也快泡好了 因为我们做的很小 然后很容易好 然后我这个高汤 本身有加一点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们添加一点盐 盐给它 添加一点盐给它 然后台湾也是一样 对对对 胡椒粉越多是越能够把那个暑气消掉 逼一点汗出来 然后淋上香油 最重要的时候你在吃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搭配我们的姜丝 好 姜丝越多越好吃 我们的姜丝跟葱花 对 姜丝还有葱丝 让我们搭配的吃 那这样的吃会更好吃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柯师傅的那个汤啊 真的很很有滋味 并且它的牛肉吃起来 是有一点咬劲跟脆口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要特别讲一下的是 柯师傅他这次做的这套料理 其实有符合我们如果一般人 你可能不是营养师 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搭配 适合的矿物质的时候的一个小美感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跟我们刚刚那一张说统计 台湾会容易缺乏的矿物质是有